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 我们如何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呢 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保罗提醒我们有父母的心 来看待人 教会有四大问题 第一个他们高举使徒 他们说我是属于谁 高举 我是属于保罗的 我是属于彼得的 而保罗说 我们是谁 我们使徒只是基督的执事 是神奥秘师的管家 神要我们忠心的完成他的工作 我们不是焦点 而人常会自高 重看这个人 轻看哪一个人 分党结派 但保罗说 他轻看人怎么看自己 他重看神怎么看自己 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 唯有神看到每一个人的真相 神来判断 第二个人的问题 常常自夸 自满 自夸 以为自己已经饱足了 已经丰富 已经做完了 而保罗却说 一切都是领受的 如果我们经历任何的掌声 任何的荣耀 都是领受的 并且人常自满 觉得自己已经聪明 强壮 荣耀了 保罗的榜样 他是被人轻视 他愿意受苦 就是何等的丰富的生命 所承受的 而第三个 较为大问题是 忘恩 师父有一万 为父只有一人 保罗用 对待儿女一般 来劝戒这些信徒 要警醒 第四个 较为高举言语 他们很强调表达力 这些能言善道的人 是他们所看中的 但保罗说 神的国强调的是全能 而保罗提醒 难道要保罗带形状去吗 保罗愿意存慈爱 温柔前往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面对许多人高举自己 不可爱的人 让我们用父母的心 用上帝的爱来爱人 我们来祷告 主求你除掉我们里头的自夸 自大 分党 结派 让我们有父母心 彼此相爱 奉主的名 阿们